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會進入這個提問跟觀眾互動的一個階段 那老實說我覺得對我們第一次伴降的活動來講這個階段甚至原必剛才的階段再來更重要 因為我們需要知道各位對於這個議題的想法也好 或是對於這個活動舉辦的形式也好都有可以很多的互動和討論 那我們先把第一個階段聚焦在場上也就是關於今天所討論的命題 性產業有利不利於消除問題的展示上面 如果各位對於正反雙方的論點或在陳述的過程當中有什麼樣的疑義 覺得他們好像解釋的不夠清楚或是剛才可能有些部分可能語速比較快 那可能大家在接收上面效果沒那麼好的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對話的環節在這個部分做多一點的補充跟說明 那就這場比賽而言呢 我告訴大家再簡單整理一下這場比賽的狀況 正方他在一開始的時候告訴我們大概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性產業提供了性工作者一定程度提升經濟地位的可能性 而一面也深論了經濟地位的提升跟婦女權利的保障 比如說在家中的話語權利之間 具有一些高度的觀念性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正方談的事情是 性產業從保障工作權的角度出發 有很多的工作者他們為了要去污名化 為了要對抗其事而願意走上街頭的時候 透過各種不同的集會遊行的方式 跟社會用訴訟的方式訴求去達到可能是性解放 也可能是他們應該要獲得更平等的待遇的保障的這些價值 在性產業它浮上檯面的過程當中可以有助於消除這個展示的過程 這大概正方開始提供的兩條論證的路徑 那反方呢 反方的話呢 從產業結構面來看 OK 它先告訴了我們從這個供給端 從供給端跟消費端 在消費端的層次上面 男性去消費的時候 普遍是怎麼樣子的模式去控制或壓迫女性 而從這個供給端的角度來講 也就是所謂負權紅利的概念 女性要怎麼樣在這個產業裡面獲得正方口中 所謂比較好的經濟待遇 可能還是必須要滿足陽剛男性 對於女性性別氣質角色的定位跟想像 這是大概反方開出來的兩條不同的論證路徑 在比賽攻防流轉的過程當中 可能比如說在經濟地位上面 到底有多少的經工作者在從事了經工作之後 經濟地位可以有有效的提升 這邊其實雙方都各自有不同的舉證跟論述 正方提供了我們一些資訊 比如說在台灣可能大概的價格是多少 那反方後面提出來的一些相當的一些說法 比如說可能在奈吉利亞或是不同的世界各地 有一些它剝削的情形可能還是很重 所以在這個狀態底下 它哪怕工作了之後 經濟地位是不是真的能夠有所翻轉 或者是更退步來講 拿到了這筆錢之後 有沒有像正方所說的一樣 去投入在比如說教育的資源 讓它的下一代或讓它自己可以有更明顯的翻轉 這部分可能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狀態裡面 會有不同的這個結論 那在性解放這個運動的論述的策略上面 這裡其實反方相對的 對於這裡的直接的交通跟碰觸比較少 但在價值評價上面 其實就很快地進入比賽的第二個判斷是 如果今天對正方來說 的確有一定程度的性解放 透過性產業的社會運動 來把性的私密性可以給擴充 可是與此同時 如果正方也沒有辦法完全否認說 在性產業整體運作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消費者還是攻擊者 都不斷地在再次付全對於女性的想像 甚至現場用壓迫女性的方式 這兩個狀態如果同時存在的時候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視角跟判斷標準 來理解整體而言 是更有利於消除還是更不利於消除的人 所以在比賽的後半段 大家或許應約有感覺到 雙方其實正方的標準比較低一些 他比較在意的事情是 如果整個牢籠的結構這麼龐大的話 那麼我們每一步的運動改革 本來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就像是正方比較後期的時候 在質問反方說 那你要怎麼從9比1的現狀走到無低度 不也是需要靠這一些性工作者 願意走上街頭 讓性的私立性被解放 反方在這裡是有一定程度的回應的 因為反方在談的概念是 如果我們把這個階段性的勝利當作勝利的話 就像他後面的時候勝利所談的 我們會慢慢的 有可能會在勝利的過程當中 對於真的要打擊的敵人感到倦怠 我們的朋友可能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不能夠把階段性的勝利 當作是勝利 這次比賽在非常後半段的時候 雙方所開出來在判斷標準的視角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就是大概這整場比賽的簡單的回顧 那我想先借用這個主持人的身份特權 是由我開第一個問題問勝利雙方 難得來到這個場可以問問題 平常當評審是不大能問問題的 我想先請教勝方 對於最後的整體的價值在比較抗衡的過程當中 應該怎麼樣花更多的論述去回應反方所謂的整體的分化 因為的確我們可以同意正方所說明的 如果我們都把每一個階段的勝利都不當作是勝利的話 其實我們好像很難走到最後改革成功的那一步 可是如果反方所說明的 在每一次改革的進程過程當中 其實把它評價為是有利 會讓我們覺得懈怠 好像我們現代已經有了權利 就是那個負權真的要 就是那個破除負權的結構 或是性別平權所要達成的終點 有人在路上就覺得 嗯這樣已經夠了的時候 怎麼樣去回應這樣子 在我們最終達成目的的同時 達成的階段性的任務 帶也讓部分的人可能 善失的那個繼續鬥爭的意思 這個部分我希望千方可以再多做一些補充 反方的部分其實同理 其實同理 如果用這麼高的標準 來看待整體的結構在破除的路途上 對反方而言呢 我其實比較期待 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來理解 重新理解 如果那個階段性的勝利 不該被你久而有利 那那是什麼呢 難道反方會覺得那個階段性的勝利 也是不利的嗎 這總體而言應該怎麼樣去做評價 我希望雙方在這裡再多補充一些 那等他都補充完之後 就輪到各位 雅腿先想一下各位心理的問題 好 那麼我們先請正方可以嗎 謝謝 大家好 沒有想到在這個階段還被繼續指問 後續到底要什麼更詳細的往成這樣比賽的比較 學長的提問就是很清楚 就是確實最後反方言的說法是想要說 社會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因為比如說性子棒的這個運動 獲得了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們就忽略了一些 像是奈吉利啊或是肯尼亞 確實有這種性博士的情況 但是坦白講我覺得一個是 我不是很確定 這樣子社會運動到底去分化的程度 或是到底有多嚴重的情況 因為我後面再舉個例子 比方說比利時 就是其實比利時一開始他們也是想要 他們的訴求不是跟這個異議完全相關 但他是跟同性婚姻相關 就是他有兩個訴求 他一個訴求是要同性伴侶可以結婚 第二個訴求是這個同性伴侶可以領養小孩 那我要舉的例子意思是說 他們一開始有一個政黨 他們有這個兩個訴求他們都想要做 所以他們想要一步到尾 可是後來發現沒辦法 就是社會生產太多的分化的這個概念 然後沒有辦法移居公司 有可能如果先訴求之兩個訴求 就會沒有辦法達到最後的成功 所以他們退而求其次的 就是我先主張同性伴侶可以結婚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他今天退了一個訴求之後 開始有別的政黨支持他 最多凝聚社會共識 同性伴侶結婚就把他先破 隔了三年之後才成功的 去推動同性伴侶的合法化 其實我是想要用例子的方式去做回應 就是大家對於社會運動上面 有階段性的成功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大家沒有真正的那麼樂觀 就是覺得有一步有一定的成功 就開始懈戴 我覺得相反 反而是大家取得階段性的成功之後 凝聚社會公司之後 會有更進一步的做出的其他的新聞 不管是像是關注反方訴求的 性博訊也好 或是其他更邊緣的 就是比方說在意可能也許 性財猶應該有不同的性體號的展現 等等也好 就是社會運動的演進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確實是一定程度上 一定會有主流跟邊緣的訴求 但正方的態度應該是比較覺得 可以藉由就是時間的累積 然後社會的共識慢慢的形成 就是因為正方在說的那些教育的改革 或是知識的傳播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本來就是必須要藉由慢慢的這種方式 才能夠達到最後的這個好的成功的情況 好 好 今天謝謝任正方的補充 那我們現在有請反方 也稍微對於最後的這個落點做一個補充 我覺得就是最後反方的落點比較不像是 我們要直接說那個勝利不是勝利 因為任何人都不能夠否認 就是在權利連結的過程當中一定是有期階段性的 但是反方要說的事情比較像是 在我們爭取到這個權利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時候先爭取到權利的族群 它反而是跟主流的聲音比較靠近的那個族群 或者說它反而是透過跟主流有一定的妥協 才能夠獲取這個權利 但是當它獲取這個權利的同時 就是相對來講被邊緣化的族群 它的訴求甚至有可能是跟主流相衝突的 像是我覺得正方的這個例子 就是正方那個理事的那個例子 反方的這邊的回應會想說的事情是 就是你會覺得他是有在繼續努力爭取權益 其實是因為就是同性戀可以結婚 跟同性戀可以經營養這件小孩這兩件事情 它本格上其實是很解決的 就是你要先爭取主流對於你能不能夠 是一對圓滿的婚姻的認同 那你有了圓滿的婚姻 當然可以進一步去這個量育出好好的教養小孩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相對來講 反方在這邊應該比較想去說明的例子 是在社會上真的就是比較邊緣的性侶 比方說像是可能皮生育略 或是那個就是年齡差的 我也不太確定 就反而就是一些比較邊緣的例子 或是說在性產業本身的例子裡面 就會討論到就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跟基金女性主義最根本的區別 就是當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 每一個性工作者在性工作這個場域當中 她其實擁有自由交易自己身體自主的能動性的同時 會不會反而讓一些就是真的覺得很痛苦 然後遭受到性虐待跟勃削的女性 她的痛苦被合理化為就是這個市場當中 就是很正常的一個交易的現象 對 這個我覺得就是反方後面 必須要去進步去的事 那最後的比較的結論就會變成是 會有一些更弱勢 然後甚至更主流的看法跟聲音相衝突的族曲 被邊緣化的時候卻又沒有辦法發生 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更值得真實的比他 好 那我們謝謝正本雙方的補充 那接下來時間要交給各位了 我們工作人員我們是有賣多的賣多嗎 就是可以 好 那大家就舉手 然後我們盡量的滿足各位提問的需要 那第一位 謝謝主持人 謝謝 那我自己有一個問 喔 因為我們對性別論書的理解沒有這麼深 所以如果什麼樣子用做到別關係的 那我一個問題很好奇的是 因為現在我們在大多的時間討論 都聚焦在異性戀的理性工作者上面 那這種工作的特別是出在於 會讓雙方在討論的時候很聚焦在於 他們在工作過程中如何去滿足個人的想像 因為他們是最直接跟陽剛男性 對於性的想像有直接關於的人 那我想要問這兩三方的就是 那你們會怎麼樣評價同樣身處在性產業裡面 但並不是異性戀的這一群性工作者 比如說像是可能是其他男同性物業者 或是像女同性物業者等等 應該還有非常多的性少數是在於 可能在我想像範圍之外 當然也同時存在性產業工作裡面的 那對於正方的就是在正方的那個認證邏輯 就是突破讓這些弱師或者能動性的認證邏輯裡面 怎麼去評價這種會逃脫於一般 對於性行為想像的新工作者 跟對於反方的問題就會是 那在反方那個展演就是鞏固的邏輯裡面 反方認為這樣一個的新工作有展演到 會鞏固這個所謂的復選載字嗎 或是他們是應該要逃脫反方投入的那一塊 問題答案一下 好 謝謝 那我們這個問題我們先請正方的同學 幫我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謝謝 看起來好了 就是觀眾提問的是說 在如果是同性界的這種發生性行為 作為一種交易對象 那正方是怎樣 因為我自己看到的確實在香港 他有一個我越忘家的民族 他們有一個組織 然後確實就是以男同性戀為社群 然後再提供性的那種幅度 那他們的論述賣過當中 他會沒有今天放入正方的框架 這個理由是因為不放入正方的第一塊 分別是要說 藉由女性經濟地位上面的提升 而帶來家裡更多的話語權 可是如果你男同性戀可以 當然不是所有啊 就這邊沒有辦法很精準的話 有不同的男同性戀的樣態 但是如果他們是比較 有些是符合主流男性陽剛 或者他們也可以做別的工作 或得本來就經濟地位好 或是本來就可以藉由 就是自己本身的特質 或得家裡的地位的話 就不太能直接 納入正方第一個論迷的討論 那我覺得第二個是可以的 就是第二個在討論社會運動上面 就是確實對於女方說 男同性戀者他們也可以享有 就是他們自己屬於他們自己 可能非異性戀者那種 發生性行為的這種樣態 我不是太確定他講什麼樣子 但我覺得他確實也可以登附 是一種社會運動上面的路數 對 那看一下有沒有對你們 就是對於不是異性戀的工作者來說 在台灣可能像第三性酒店 或是比如說像男同性戀 或是女同性的性工作者 他沒有放進這段今天會數的理由 一個是跟這樣剛剛講的一樣 是跟我們第一塊問題比較不合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是因為我覺得在整體的框架上 他的第二個概念其實是想符合 就是他們作為這個社會裡面的少數 那我覺得最後在論述的概念上 他其實一樣符合我們最後所說 要突破社會對於固有的性的價值 有一定程度的想像 對 那我們覺得 這個程度的論述的想像應該是一樣 那也有特別去拉的理由 一部分是因為受制於時間 跟討論的通恰 所以沒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去討論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請反方做一下回應 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的回應跟這方的回應蠻類似的 第一個部分是因為 其實時間上的壓縮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討論到這個面向 只能起義 其二是其實實際上在於 那些可能是性少數 或是男童心戀或是女童心戀的 這些部分 他的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 到底有沒有像那個異性戀當中 一天女性工作者一樣 有被載制以及被支配的這個狀況 其實我剛剛覺得可以再討論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像在男童心戀當中 有一種叫做熊組 熊組的男童心戀 他其實他是認為男童心戀的工方 就是第一的部分 他是需要有男性 就是符合現狀之下 父犬體制當中那個男子氣概的部分 所以如果在熊組的男童心戀者 他在進到這個性產業的產物當中 去進行性教育的時候 他其實產生的狀況也許會像是 我剛剛所說的 在對於性工作者的部分 進行剝削 或是進行食卷的性情況 所以我剛剛對著 這個其實可以再繼續討論 這是其一 其二是我剛剛覺得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也不會調多掉 反方最後數的比例 比例是這樣 如果反方把那些性少數 或是性男童心戀 或是女童心戀的部分 納組討論的話其實很簡單 其實就是 對於反方惡變最後的那個論述 反方惡變最後的論述 反方惡變最後的論述是 對於那些性少數 或是對於相對弱勢被奄餘的那一區人 他會無法發生 因為他的話語權 已經被主流的聲音所強奏的同時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也是相對於 當然還有一個前提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證明成功 說在於那些場域當中 其實也有一些支配 以及這個 載制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對於他們來說 是更難消除掉 還有他們對於覆水的載子 好 那我看他們對我們需要補充 我幫忙補充一下 在回答裡面 讓我想到一件事情是 過去非賽爾曾經討論過 這個單美文化有利 還是無利於消除男性中心主義 可能在場也有一些是 當時電極的選手 當時的時候其實就有討論到 雖然說是同志的族群 可是同志的族群在 展演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或進行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某些特定的作品 在重複依循著 反方間所講的那一個 就是男性中心主義的視角 在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 就是某些作品 他可能有過度傾向於男性 某一種特定的男性 必須要是攻 然後有一種特定的表現 必須要是瘦 跟那個互動關係 那是不是有更多樣化的可能性 而不是只有攻跟瘦 因為如果攻被理解為 是一種強勢的話 在某些文本分析裡面 其實會被理解成 他其實還是在複製傳統的 在異性中拔全世界中的男性 比較主動主宰性行為的那個狀態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認為 有一定的機會可以納入 反方今天這個論證講過 其實那當然對於同志族群的 在性產業的內部的太陽 就會需要另外去透過資料的方式去補充 對 才有辦法去跟這個 一般性的部分去做連結 對 這樣我回答到你們的問題 好 那再來各位還有疑問嗎 好 前面這位同學 好 我想先問一下正方 就是感覺今天正方的論述架構 從在第一塊論點上我覺得 我想請問正方就是如果把性產也換掉 換成別的產業 那這樣的在這方論點裡面 我覺得成立的效率 效果或是差異會是在哪裡 因為我感覺聽起來 只要能獲得經濟資源 感覺在這方第一塊論點的話是成立的 當然在第二塊論點在 就是證明程度上的差 在第一塊論點 就用第一塊論點問 那再來就是 我忘記我第二問題的問題 好 沒關係 我慢慢想一下我第二問題 再來問 沒關係 這個提問是有一定的壓力的做 他的疑問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在第一塊論點裡面 因為他聽起來 跟性產業之間的連結的強度 跟其他產業之間相比較 有沒有來得特別高 就是他會提供你一般的工作 更高的經濟報酬 讓女性有機會可以脫離 一個份的經濟意味的狀態 這應該是他的疑問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第一塊的部分 他之所以跟其他工作經濟還一樣 就是因為性產業 他就是一種產業 他是認為一個可以提供給你經濟資源 或者給你提供給你這個財產報酬的產業 他都是一樣的論述 所以如果當性產業做為一個 我們跟其他工作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在這個地域上面 本來就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性產業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能來自於今天在論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這個社會裡面相對有一些教育資源 或是社會資源相對不足的負面 他如果想要賺到跟其他人一樣多的錢 他的門檻可能比較高 他如果單純去社會這樣求職 他可能只會找到性格相對比較低的工作 那這個時候從事性產業 或是從事性工作 可能是在他現況的這個 教育資源的限制底下 可以相對獲得比較高報酬的工作 那這個是正常現在 廠商論述的時候 應該是比較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對 我想要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雖然正方今天的論述 有蠻多在說性產業好像聽起來可以做很多錢 就是在臺灣那天竟然可以做很多錢 大家可能不太不可思議 可是其實在有一些國家就是 是比如說像是一些性產業合法化之後 比較普遍性行為實驗 可能可以不為交易對象的國家 他們的就是買賣性的這個 這件事情一直沒有那麼難過 換言之就是他確實可能就跟我們今天 獲得基本工資一樣 他的這個價格沒有那麼高 但無論如何就是確實他都是一種 維繫穩定工作管道 那我覺得可以進一步思考的部分就是 為什麼這產業在臺灣就是大家會覺得 那個價格應該那麼高 我自己的看法我覺得一定程度上是 因為大家覺得性的性可能是比較私密 或是比較珍貴的 所以才會給予那麼高的這種價格 但確實他也是一種提升他 在經濟資源或是家裡 他也覺得一種廣告沒錯 不過就是想要分享這個概念給大家 我想起第二個問題 就是順著剛剛學員講的 就是當我性工資能出來去爭取這些工作權益的時候 我要提倡性應該不應該是禁忌的 性應該就是一個正常的經濟行為的時候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價格可能會下降 他可能就變成一個 他反而是你低患認定可能會 反而會消失他這塊利益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們爭取自己的工作權 跟這個打 或是他們確實如果真的打破這個社會對性的禁忌的話 跟父權結構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就是還是可以有可能像他剛剛所講的 就是大家對於性的想像可能真的就是 我要去展示母性 對於性的想像的想像就是我可以去口抱他 就是我覺得爭取到工作權 或是不一定會改變大家對於性產業的想像 對於性產業內容的想像 或可能對他的想像 還是有可能是父權式能 還是以男性式能為的東西 只是我覺得他可以做 我覺得這 這個媽媽在地邊地邊搞的時候 他有說這個是性能會是禁忌 是因為有權力的人去掌握了他 所以說所以他可能是跟權力有相關的東西 所以導致他禁忌 但是我覺得他跟 因為照這個邏輯的話 那你也可以說 我這樣我今天性產業 讓性能變成一個大家可以談論的時候 那我可能反而我打破了基督教 他的這個教育 基督教基督是要掌控這個時候的看法 因為基督教有這種性不能交易 就是他跟父權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是直接的 好 那我們一樣 請正方來回答這應該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對於 第一塊論點的評分 如果區汙民化之後 整體市場交易的價格可能會下降 那跟第一個論點之間的關係 應該有我們的同學 那第二個是在性私密 堅信上面的突破本身 對於反方在講 他只是重複的展驗 那這個部分應該怎麼做 理解的比較 第一個問題 對我來說也要很簡單回應 因為正方在頓正的 就是不管是墨西哥也好 墨加拉子也好 就是他沒有要說 女性獲得超級高額的報酬 才可以提升她的經濟地位 進行提升跨權 還要說的就是 她可以獲得一份穩定的收入來源 她今天在經濟上面是自主 她不用仰賴女性 所以雖然某種程度上 因為她虛無密化的同時 會導致她性交易的價格降低 但她還是仍然不失為最穩定的工作 所以第一個論點還是會常理 就是如果又變色的術語 也應該是削弱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在說 那會不會其實這些性工作者 長友話語群 到底哪裡有打破復學的思維 或是他們有點像是反方之間的號碌 就是說反正社會上對於女性 反正就有不同的想像 就是覺得性工作者去講性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反正他們就是用比較粗俗的話 應該是他們比較平淡 他們就是可以去想像用性 那我自己這邊其實在場上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有交通到這個部分 就是到底 因為應該說先回來解釋 就是副學載制造師手 他是怎麼樣影響了我 就是其實在副科的說法裡面 他就是說 因為過往在維多利亞時期等等的事情 就是大家性是很私密的 就是大家不敢男性 所以他把它稱之為是種性的壓力 可是後來他發現 社會上的性開始在不同的轉變 就是我們用醫學的方法去區分 同性也是不正常的性 或是愛滋病可能是不正常的性 什麼 用一些知識性的方法去建構 什麼是正常與不正常 所以才會有這個說法 就是有權利的人去掌有性的話語群的權勢 而有一些一般的普通大眾 他們因為不知道去更多知識性的論述這些性 而失去了對性的這個權勢權 所以是在這個脈絡底下 因為跟父權關聯的核心就是 因為這個社會有權利的人去 有知識性去壟斷性的話語群的人 就是這些男性的人 所以我們才會一開始說 性功夫者可以藉由講這些性的方式 去突破這個龍洞 那當然他有可能也服用父權體制 所以後來你再在後面的階段 進一步討論的事情是 那這些社會運動上面 到底能夠擴展到其他的人 就是如果社會運動性功夫者 在過處性污名的同時 就是因為他雖然是爭取工作權 可是他爭取的工作權 他要讓什麼 怎麼讓大家就是理解他 就是要說性典放其實也不過就是如此 就是性典放是一件很合理的工作的方式 那他就是要讓社會大眾 不斷的去覺得就是女性可以享有性 其實是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藉由社會運動的訴求 還會進一步去擴散到其他的功能力 所以真正會要真的要讀證的部分 除了他們 就雖然他性工作者想去講性 沒有脫離數學結構 可是他對於其他人的 這些知識上面的教育也好 或是去傳播這樣的知識也好 對正方來說他就是一種突破 因為過往有權利就是用知識的 有知識的人才能去讀數性 可是現在是俘羅大眾 他是變得比較平坦 就比較分散的 讓每一個社會上的個體 所以我就可以享有這個環權 你的第二個疑問在處理的事情 應該是性的私密性這件事情 跟場上所謂復生載機的觀點之類 那這個部分其實正一 是有稍微做一些論出的編輔 只是說的確礙於整體論證架構 時間的有限性 可能解釋的不是這麼清楚 剛才補充的意思是 因為性的私密性間性的來源 來自於上位的權利贏者 為了要滿足在 如果是伊甸深論的內容的話 應該是 因為過去的性跟生育這件事情 是高度被綁定在一起的 而國家如果掌控了生育政策的話 其實是有利他的統治的 是在那樣子的發展歷史的脈絡裡面 上位者去區分了什麼是純潔的性 就是跟生育跟家庭綁住在一起 而非跟生育或家庭綁住在一起的性 被理解為是不檢點的或是不熟復道的 做了這樣子的區別之後 形成了一個文化的靶權去欺壓那些 跟主流社會價值不合的性的思維跟邏輯 那再來跟賦權的觀念是什麼呢 其實就在更大的價格上 因為從他們論述的脈絡裡面 其實主要的人類歷史發展的進行裡面 有比較大的時間的脈絡裡面 上位者的權利是獎勞在他的進手上 應該是這樣子的脈絡整體感見性 那這樣有解答到一個疑惑嗎 那再來有沒有 好 中間借位同學 謝謝 這個我印象應該是 反方一個有丟一個工坊 是說這個性就是 男性喜歡的消費的族群是比較年輕的這件事情 就是性產業的工作者他們比較偏好 比較年輕的這個東西 然後把它解釋成是一種複權歹質的現象 那我們比較好奇 因為這個東西我記得在廠商最後 工坊停留在就是正方覺得這件事情 也好像也可以做到退休做到老 可是這可能跟我自己的想像比較 有點有點落差 那我只是想好奇的是假設 今天大家男性喜歡消費的這樣子 比較年輕的族群是一個真的現象的話 好 那在正方的立場 如果這是一種複權的載質 那在正方的立場 這件事情應該怎麼會破除 好 大家看來對正方有諸多的疑問 那我們一樣先請正方回答這個問題 我大概理解一下這件事情 是因為覺得如果當性工作者走到 所謂不符合反方審免標準的時候 這件事情對正方也不知道怎麼理解 我覺得有一部分今天正方在論述下的確實 是其實這個社會上的性工作者 大家直觀想像都好像是年輕的人 可是其實不是 完全不是 就是很多就是我們說三重倒瓜宿啦 基隆的倒瓜宿啦 或是董山寺旁邊 這一些戰機的流行 其實很多都是年齡在30歲 就是到40歲以上的人 所以這個社會的性工作者 到底是不是都像反方所說的 都是年輕的人 其實是沒用的 但是正方之間在挑戰相片疏漏的地方 跟沒有去多去詮釋的地方 那你正在問我是怎麼做到老麻 這件事情的話 他可能這交易型態會有改變吧 就是如果你真的到這個50歲 60歲的時候 你要怎麼繼續做這個工作 那就是打手槍跟口交 一樣是他們的服務的範圍 就是大家所想像的性服務 不是只有插入 就是他們提供的服務 是有很多樣態的 那我覺得一個是大家 對於性工作者的想像 就是跟大家平常認識很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今天正方在論述上 比較沒有去詮釋的問題 剛剛應該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說那如果男性對於性工作者的生命 都停留在於胸部大 或是油膠之類的 那種想像到底正方的論述 大概會破除 坦白講他其實是 我在我自己的觀點當中 我覺得他是需要一定時間的演技 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女性要想要他自己的情慾流動 或是他有了錢之後 他可以決定他要打扮成什麼樣的自己 那他背後一直是要去用另外的觀點 就是用女性自主的觀念 去呈現女性想要展現的那個外貌形象 那在社會上 因為現在普遍就是 都是男性所詮釋的女性 而當社會如果有更多分散的思維 就是女性可以成為什麼樣子的不同的養老 那就是要去試著去打破主 就是女性不是只要胸部大才是真正的美 有一些就是胸部小也有他的美的地方 或是就是不需要去仰賴男性的那個思維 那他會比較需要時間的演技 就是女性要先有權利要有化學 然後去展現女性有好的地方 不一定要服從男性的陽剛才會是女性的好 而是女性自己的生命經驗當中 什麼樣是女性的好 然後再進一步去 你想社會大眾男性對於女性的審美的思維 才能慢慢的去破綻 那我也承認他 我自己也覺得他需要一定程度的時間和感應 我想先請對反方有明文的 對 我們先喝一下兩邊的壓力 好 各位可以請就來 對 對 你好 這是反方剛有提案的說 他認為如果在性產業中 就是聖利女性跟聖利兩性的公尺 達到威力的的時候 才是一個突破父權載制的象徵 這樣也應該正確吧 那我想知道就是說 現行狀態下 酒鼻液的結構 他真的是來自於父權對女性的壓力 還是說他有一定程度 將是來自於生理男性跟聖利女性 他生理的構造 導致於他們對性的需求或想像 或是性行為接受的形態不一樣 導致這樣的攻擊需求不同 那假設是其頭式的去要求說 達到五比五的這樣子的 同樣的攻擊量 是不是也是一種 女性跟男性的思維去 去理解女性對女性的需求 跟想像的那種一種介意 這樣子 謝謝 好 那我們有請反方 來稍微回答 這其實應該是一個就是 女性主義裡面 非常根本的誠意 就是男性跟女性的差異 到底是本質 還是由社會建構而成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 我覺得生理上面的差異 他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經由 就是社會對你的影響所造成 就像是 其實犯罪學裡面有一些說法是 就是你的大腦他會因為外界給你的刺激 所以你會產生不同的反應 所以可能你小時候 遭到很多不好的對待 會導致你長大以後 就是比較衝動 或是缺乏同理性 難以控制自己 那在這種時候 就是我們如果把身體上的差異 視為是本質而不能改變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會落入就是社會影響 或者是社會建構的陷阱當中 所以我覺得就是對於反方來講 我們比較親像 像認為在社會建構的差異 沒有被完全破除之間 我們都不可以覺得 就是生理上面的差異 是完全不可以改變的 對 好 那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是 其實那個只是 那個其實 單純的去說5比5的樣態的話 其實是反方在一開始的序述上 無法講得完整的地方 因為其實反方如果真的要講細緻一點的話 他其實是 說法應該要是 核無現狀之下社會分布的 例如說男性的需求 跟女性的需求 先撇除在反方後面所說的那個生理影響 就是教育影響到我們生理的這個需求的部分 先割除不談的話 就是例如說可能像是男同事 或是女同事 或是可能有BTSM這些需求的部分 他可能在社會當中的分布是怎麼樣 他理論上在反方的觀念當中 會認為說要核無於社會應該要有核無的狀態 這才是真正精準的錯 不是當純的去做5比5 所以可能反方在論處上 因為時間上或是攻防上比較急促 所以到時沒辦法講清楚 講到那個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最後一個提問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的時候 辯論比賽的確它有一定的局限 在很短兵相接的 攻防交鋒的過程當中 有的時候有些概念是沒有辦法表達 會得清楚 那這個就是很好的成績 那再來還有人對反方的論述有意義嗎 OK好請 就是我好奇兩件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是你們有提到 就是會有一些非主流跟原本變遠的 可能會在這個階段的設定 可能會被犧牲或是沒被看見 可是我好奇的是 到底在性產業這個 它到底是不是本身 它其實本身才是一個 被邊緣的一個話題 就是我們在談情欲流動 在談女權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丟掉這個議題 會不會反而它才是一個 被邊緣跟被犧牲的議題 因為我們很常談的都是 我要解放生理 可是我們很少 好特別是那種我單純為了消費 而從事 我單純為了消費 像奢侈品等等的 而從事性財力的這一群人 它可能更是最邊緣的課題 因為它又不是為了經濟弱 所以它可能更沒有一定的正當性 讓我們覺得這群人應該被保障 那如果我們選擇丟掉這群人 會不會這群人本身才是我應該被保護 就是我想好奇你們怎麼界定 什麼是主流 什麼是邊緣 然後到底在你們心中那些 非主流的會被丟失掉 會被犧牲的 是哪一個課題 因為我覺得這是前端比較沒有出現 而在後端的純一比層次才出現了 所以就導致它的論證跟舉例 我覺得相對比較少一點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好奇的是 你們剛才說可能 並不是出院的5比5 而是你們要看待可能社會 個別生理男性或生理女性 它的個別需求而定 可是就在這個依照需求而分 就是就在這個按照需求而分佈 它這個是我們理想中想像的 比較美好樣態嗎 像是如果真的按照需求而定 但是即使是從事性產業的男性 或者是即使是去消費的女性 它都是比製造我們 對於能有消費能力的 女強人的想像 女強人想像本身也可能複製 男生應該果決 應該果斷的想像 所以我好奇 反方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它應該如何可以更具體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一部分 對 好 那這問題一樣 請是趕方來做回應 那就是關於第一個問題 雖然就是在那個就是身分的過程當中 可能沒有解釋得很清楚 但是就是台灣的婦女運動的發展過程 就是其實一開始就是可能 比較偏向就是西方的婦女運動發展一樣 就是爭取就是女性要跟男性的有名德的工作權 或者是財產權跟產生權 但是其實在女人的情欲要如何被解放 這個議題 它其實是透過性工作者的運動才被舉行的 就是當時的爭議是 一開始它就是那個 其實比較應該是理性基金會 他們的看法主要是他們覺得 那個性產業本身是多瀉 所以其實性產業這個產業 應該要根本就是被禁止 或是盡量減少的多瀉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他們被稱為婦權派 但是有另外一派的女性主義者就是性權派 性權派女性主義者像是就是日春行 或者是那個中央大學幫的何秋瑞教授 他們的主張其實就是比較偏向 他們覺得那個性工作 或是性產業本身性供女性情欲的情況 也因此就是他們有就是我要性高潮 不要性貨學的口號 所以這個議題它其實是 真的是像正方所一樣 就是透過性工作者的運動 它才被就是提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這邊就是 可能比較不會有就是性產業 到底是不是在提倡情侶計劃的時候 不是被主流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比較傾向去討論的事情是 就是相對於性產業本人 也或是性產業內部本身 有沒有一些就是更不平等 或是更有被關注的族群 那才叫做就是我們認知當中的就是被別人的話 或是被主流的族群 這是第一個問題 在第二個問題的部分 其實可以回歸到反方一開始所去定義什麼叫做 父權體制下去再做討論 因為父權體制在反方一面的論述當中 有提到說它大概能分成三個 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男性的執名 第二是認同男性 第三個是對於男性中心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狀況很簡單 在第一個男性制片的部分 反方所提到的是 對於一些比較核心地位的部分 核心位置的部分 都會大多數是男性所掌控的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有一種方法 其實現狀就在做 其實現狀有種方式 是例如說在立法權的部分 在議員以及在於部分居立委的部分 有給予婦女幫照聯合的部分 他可能是有機會能夠讓 更多的女性能夠有機會 能夠進入到 在國家決策當中的一個地位 就是第一種方式 所以在第一個程度上 他可能是可以幫助女性 可以長有支配的地位 也不是支配的地位 就是可以長有能夠去 發展他權威的一個地位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在對於那個 認同女性的部分 他可能就是必須要挑戰 現狀之下的性別框架 就是男性一個 男性應該要屬於陽剛氣質 陽剛氣質應該屬於男性 而陰偶氣質應該屬於女性 而且陽剛氣質是優於陰偶氣質的 這個性別框架是第二件事情 要被打破的 那第三件事情是 例如說像是在 我們學長剛才有提到說 當美文化的那個題目裡面 其實有時候去說明他為什麼能夠 當美文化為什麼有利於 消除男性中心主義的這個例子裡面 他可能有提到的一種方式是 他可以是透過女性的視角 以女性的經驗會出發 進行的是淨屬性 就是用這種方式而去撇除掉 只有從男性經驗出發的 這種對於世界的陽明讓台 他可以透過女性的角度進行出發 所以透過剛剛舉的那個三個例 那三個不同的核心概念的顛覆之後 的結果 以及剛才在上一個人提到的 就是對於可能是對於生理影響 就是教育影響的生理的需求 這個部分的討論都納入之後 最後的那個結果 就會是反方心認讓中最理想的那個狀態 對 雖然有點不差 但應該也這樣子 好 那我們謝謝反方的補充 那各位一樣可以繼續的提問 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我們現在可能包含到說 可能跟場上的論點 沒有時間的關係 OK 可能你個人純粹對於這個議題本身 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看法 可能是你覺得應該要討論 但場上沒有討論到 或者是你個人對於這個議題本身 有一些可能跟正反立場 可能也都不大一樣的想法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 也非常歡迎提議 OK 那Mr.同學先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要策略幫忙填寫這個 由我們的會議長 由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我們第一次舉辦 類似這樣的活動 所以怎麼樣去讓活動的影子 更貼近大家的訴求 是很重要的部分 大家在這個理解跟想問題跟填寫的過程當中 請容我在利用組成的特權 再問一個問題 對 我剛才想問這個問題 這個 因為對於 有一些 可能這個 在座各位 未必是 參與辯論的活動 校圍辯論的 這個 參與者 那 對於正反雙方來說 你們各自對於 自己的論點 在準備比賽的過程當中 大概會需要怎麼樣子的一個流程 那跟你們覺得以這個命題來講 最困難的部分 最困難 就是在準備的時候 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OK 也希望可以跟就是 再會各位分享一下 那如果 呃 有底下的 呃 是選手的話 當然也是提供大家 在準備比賽上面的一個 呃 經驗的分享 對 好那我們先請 呃 正方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了 呃 我們先 準備流程的話 這個給大家再提 這個比較簡單 那 準備難題的話 最難的地方是 這可能不太大了 就是大家應該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正方在一面稿的時候 定義說 性產業有性交易定義交易 包含A片 寫真集 脫衣袖 或是是脫灰袖 可是後面好像沒有被談到 就是性產業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產業 可是因為今天在廠商聚焦了 只有性交易的部分 只是我們在事前定這個病 很多事前討論的時候 比較混擾的地方 就是因為如果 涵蓋的範圍這麼多 那到底 廠商聚焦主要討論哪個部分 那我們後來就是 決定聚焦在性交易的部分 但是因為其他像 比如說這樣 這個 情色的產業 或是其他表演性質的 這個性服務 那也是我們想要討論 但今天廠商沒有做到的地方 那這件事情是我們在準備 上個比較困難的產品 就是因為它涵蓋很多東西 就是包括像複選這個概念 它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那今天到底要談論什麼樣叫消除 或是什麼樣叫做可以 什麼叫做友誼 什麼叫做不定 那我覺得 這個題目的界定本身 讓題目討論的方向變得很大 是一個優點 可是它也在準備上 讓選手比較困難的事情 是當我們在廠商 一輪的身分只有五分半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要聚焦討論什麼 跟呈現什麼給觀眾 所以我們在準備上 遇到比較困難的地方 那另外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在資料難度上 因為比起單純準備性交易合法化 我們需要閱讀更多 跟付權的論述 或是跟其他學術論述 比較相關的資料 但是跟過往的資料 比起來相對來說 比較困難的部分 那至於準備的流程 就是查資料想論點囉 就是這樣 加你的朋友補充 我補充一個部分 就是前面已經說過 在一些資料上面 的收集上面 一定 因為這個電影子大部分 有什麼樣的困難 那我自己覺得更困難的 就是這個 在討論比賽過程中 不管是誰人也好 或是誰人也好 或是誰人也好 或是對於我們鞭策 就是不能只討論 就是在現實社會當中 確實就是比方說 因為資料顯得清楚 就是有一定程度上的 性工作者的能動性 也有一定程度上 他們要去複製這個社會 脈絡當中 對於男性複選的 一種強項 就是都有 那問題就是 最後要怎麼評價 回到這個民主的 有利跟不利的敲鎖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去找很多的素材 就比方說就是 在社會學當中的討論當中 就是在 就是我自己提的那個例子 比方說 格蘭姆希特的說法 就是要突破資本主義的方式 是藉由就是 知識分子代理的 知識跟教育的改革 然後跟大家說 看資本主義有多可怕 才有針針有去突破空間 就是必須要用很多種 不同脈絡的這種類型 就是去描繪說 那其實改革 真的不可能一步的改革 那必須要在 一步一步的進展當中 雖然好像看起來 有一點點退步 可是那一點點的進步 我們要如何去評價 我覺得這是 在這次表演在當中 比較困人的地方 就是不能只有 在實際上面 我們看到的資料 更進一步去思考 就是 那什麼是有利打破 什麼是不利打破 那這是我想要分享的部分 好 那我們一樣請反正要分享一下 我的分享的部分 其實跟正方意見的回答其實蠻像 就是在第一個部分 就是在素材的挑選上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最主要其實是時間 以及觀眾接收的關係 原因來自於 例如說像剛才正方意見同學講的那個A片 就是情色產業的部分 那A片的部分其實 在反方來說 對於反方來說 他其實也看到了許多 反方論點 能夠發揮的空間 舉例來說 像是那個 在A片當中 大多數的消費的型態 其實也都還是 對於傳統父權之下 對於男性結局性的想像 例如說可能是 在AB男優的部分 可能是比較不會入境 這是第一個 就是比較不會入境 就是著重於女性身體的部分 去進行討論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 即便有AB男優的入境 他AB男優其實 其實也都是 就是在社會 在社會 我們不講社會 就是在社會上大家的價值觀 比較主流的價值觀 可是會認為他不是長得那麼的英俊 帥氣 可能是比較會是中年男子 然後比較老 比較怕 比較出一點點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給提他們的意思 但這個的意思 他可能其實 在這邊想呈現給性 就是在A片的消費者 給出現的部分 可能是想讓你們覺得說 就連我們可能覺得他好像 沒什麼資格去控女性的人 在這個賦權集資底下 好像你也可以相對 那種持配語氣的感覺 他其實想給予觀眾這種感覺 這是另外一種感覺 但在整體來說 又或者是說 其實有一個科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其實在A片網站 他有做一個統計 就是第一名最受歡迎的影片 其實不是什麼OL啊 也不是什麼男強暴民的這種影片 他其實最主流的竟然是女童子 就是兩個人的影片 那其實就其原因 其實不是因為女童子去看 這個女童子的影片比較多 而是因為在女童子的活動當中 的那個拍攝的過程 他其實也是塑造成 例如說 可能像是賦權集資底下 可能對於女性要有的那個想像 這是其一 其二是有時候 女童子的影片 竟然還會有一筆男後 進去串場的那個場景 所以對於男性的消費者來說 他可能會覺得好像很不錯 就是竟然 我可以一次看到兩位女性 我可以一次看到一位女性的感覺 所以好像也賺到 好 好像也賺到 所以整體來說可能 在這部分上會比較容易 所以總體來說 對於A片的產業當中 其實很多的論述 是脫離不掉反方的論點 但是因為礙於 第一個是時間上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 雖然邏輯跟反方的論點一樣 但在GD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因為A片跟性交易的 例子的穿插 可能會導致底下的觀眾 在接受上面比較不容易 所以我們最後是選擇了一個 用性交易的角度來看這個題目 我覺得就是在準備方式上 比較跟以前不一樣 也可能做跟以前不一樣 可能是我個人的問題 就是這個雖然學長都會說 我們一定要先對於 就是題目要討論知識背景價格 有一個比較大的理解 但是就是比較小時候 在準備比賽過程當中 現在的場合就是用Google 然後是要順便時的去查詢一些資料 或者是期盤 然後其實對於就是題目背後 要討論核心真理是沒有透過 像是閱讀就是政治學 或者是女性主義這種就是 比較基礎的書籍 去瞭解整個題目 想要討論核心真理到底這樣 但是在這次討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這個狀況是有明顯改善 就是也有去閱讀相關的書籍 那就是我覺得這次討論 就是準備比賽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當然就是在閱讀這些書籍的過程當中 也要試圖去透過就是查詢其他論文 或是網路資料的方式去把書籍告訴我們的配置架構 去填充得更加豐滿更具體 這也是就是要怎麼樣跟以前的討論模式 去做結合的部分 然後我個人覺得就是碰到比較大的困境會像是 因為其實父權體制它不是一個 在社會當中獨立生存的那個社會結構或是說體系 所以它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其實很多時候 會跟我們這個社會當中其他的體系跟其他的結構 互相影響別方做資本主題或是新自由主題 甚至是社會主題 但是在論述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怎麼樣去聚焦於父權體制 還是我們要一併的討論到父權體系 跟其他的體系相結合之中 將相結合之後如何發展 並且如何對父權體制造成加強或是削弱的結論的時候 就會出現就是在論述上面過於發散 或是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把那個相互交織的過程 描寫清楚的那個困境 所以到最後就是我們選擇會其實比較偏向 就是我們專注於討論或是全市父權體制 它本身在這個社會上是如何發展的過程 那當然就是我自己是覺得就是其實討論 父權體制跟其他的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等等 體系如何一起發展 並且互相影響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但是礙於時間就是沒有辦法討論得很清楚 或是講解或演繹給觀眾看是個人覺得蠻可惜的部分 大家來講一下 好那我們謝謝雙方跟大家分享 在討論比賽不能到比較困難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還是希望把這個提問回到各位觀眾的身上 不一定是對論點本身的疑惑 因為可能是你對於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應該往遠方調整也好 又或者是你對於討論性產業本身有不一樣的切入角度 你都非常歡迎就是跟大家分享 對吧 還有安全點 就是這場比賽我比較聽到的是對於女性壓迫的討論 可是我自己覺得在庫權體制下某一些男性 例如說他是比較有性的男性 例如說我剛剛提到的喝花酒 或是一些在那個下班以後去 就男性的場合裡面 他會互相比較有男性性 那性產業會不會反的去壓迫到這些男性 是某些沒有辦法達到霸權兩綱的男性 他們會不會更容易受到壓迫 或是他們的兩綱自己受到很強 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們先反方回壓 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我的伊貝堡的第一段 不是第一段 第一個論點裡面其實想談的是這個論點 其實就是對於男子膝蓋 為什麼男性一定要有男子膝蓋的這個論述 又或者是在我的法律的火論的末端吧 我記得在我有去提到說 其實在那個正方的論述當中 可能是有些性工作者他都過比較專業的展演 導致有些部分的男性 他無法在當中取得男子膝蓋 就是因為他已經被社會所唾棄的東西 他進到性工作的性交易的常數 他需要補充那個男子膝蓋的同時 他還無法得到什麼 他可能不會被社會上所唾棄 總體來說其實反方也有可以 就是其實只是因為比賽的走向 你只能最後的末端 只能收束到一個方向 他比較不能夠去發散到 譬如說男性跟女性都討論的 因爲雲也是能夠這樣子做討論 但事實上在於男性的部分 其實反方也是可以入住的 但是我們想要講的其實應該比較像是 這些男性他們也是負權體制之下 就是都在壓迫女性 然後為了取得男子膝蓋 所以一直壓迫女性的問題 就是他其實想要講的部分比較像是 就是其實不是所有的男性 都會在負權體制裡面過得非常濁 因爲有一些男性他可能就是沒有取得 這個負權社會裡面被認為 比較有力跟優勢的男子氣概 那這種時候他們可能就只能被迫去性產業 或是去其他的場域裡面 就是把他的場子找回來 但是這種時候對於這些男性來說就是 我覺得反方的態度其實也不是一味的課責 他覺得這些男性其實也是負權體制底下 他為了就是讓自己好過一點 或是負權體制為了維繫他本身體性的運作 所以刻意留了一個性產業的場域 來讓他們不會那麼不好過 那這些男性其實也是負權體制的受害者 我覺得反方之後認錯的話他會比較常見 嗯 對 我剛才之所以說 我覺得這個提問很好是因為 的確 反方在前面的時候其實有藏了一些資料跟概念 那當然在比賽推演的過程當中 因為進展速度很快 其實有時候就像反方怎麼會一樣 因為收術要選擇戰場的時候 可能只能夠往一個特定的方向 會讓比賽變得比較矩膠 但是就跟我們在關心性別意見都是一樣 有時候那個收術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一直漏某一些 同樣是在這個光譜底下一定要被關注的事情 就是負權載制他壓迫的對象不是只有女性 也包含不符合主流的性別意識底下 那一些所謂的不是陽剛男性 他如果展現相對陰柔的氣質 或者他在職場上面可能沒有辦法獲得 用反方言話講的就是男子氣概的話 那麼他其實也是在這個節奏底下 一定程度的受害者 OK 好 那我們一樣還有對於 太好了 這邊 好 那我想請問的部分比較像是 因為我只有高中的時候有接觸過變得 然後我大學就是比較沒有接觸到變得 那就我過去對任何經驗來說 通常正方跟反方他們在有比較對立性的立場的時候 他們的角色都會比較算是不一樣的 就例如說資方跟老房或是政府跟人 就算是我比較少看到跟比賽是同時以 就例如說信封作者這個角色出法去闡述 信封作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有利於 就是打破復選載這件事情 那我比較後期的地方在於 當正方去陳述說 例如說信封作者可能一天可以賺一萬之類的 他反方同時也會舉出在平洋後是不同的國家 信封作者並不能夠賺那麼多 那甚至這會造成一種多數等等 就是當你們同時把就是不同世界 或者是說不同面貌的信封作者 都拉到比賽的場上的時候 我比較後期的地方在於 我們要怎麼樣去去交出一個共識 或者是說去交一個好像雙方 都要同時存在的世界去討論 不然就有點像是正方舉出一個例子 反方就說可是我看到的世界長什麼樣子 或是反方講出他們的世界之後 正方再反駁說可是這些性工作者 他們確實能夠擁有比較優弱的收入等等 大概是這樣 這個問題我們來回答 的確這這問題問得非常很好 因為有非常多的這種 比較偏向平降或是價值性的這種命題 他從同一個視角出發 可是大家其實還是會爭執至少兩個不同的層次 一個是事實基礎的問題 OK就是你們剛才談到的 到底事實上 OK他的 比如說工作的收入本身 到底是高還是低 這是一個爭執的層次 那下一個層次才會是 OK如果我們大家雙方都有關係 比如說假設收入都有三萬 那對於這個三萬收入呢 相對起來還算有我的這個事實本身 要怎麼理解到跟比如說複選載積 或是這一個性產業一些發展的脈絡 到這個命題裡面的觀念 那比較像價值評價層次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般而言 會比較希望選手在架設論點的過程當中 對於盡量要抽象化那個概念 就是那個論證的舉例 比較像是幫助大家理解而已 可是最終他最好要能夠抽象 比如說以今天正方來講 正方在剛剛的回答問當中 有澄清的比較清楚的是 其實正方倒也不在意錢是多是傻 對吧 正方其實只在意 只要性產業就像一般的工作一樣 是一個可以提供他穩定收入的工作型態的話 那麼這個選擇對正方而言就是支持 他就覺得就是隱蔽的 所以我們的確會盡可能的這樣 我們在評價之前的事實概念 可以先抽象化成為一個大的通則跟概念 而盡量不要聚焦在事實層次上面太小的例子 因為其實社會現象是很複雜的 他一定會有反例存在 你說通都是壓迫嗎 或是通都是能動的字訣嗎 其實不是一定是很複雜的流動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的確是雙方在討論命題的時候 需要更快速的抽離個例而進入通暗式的 或是比較不需要在事實層次上面 用爭執的方式來試圖做比較 對嗎 像如果以剛才的一個工坊來說的話 正方就不大需要繼續爭執 雙方都不用爭執 到底顯示高速嗎 只要他是份工作 那麼比起他原本沒工作的狀態更好 對正方而言的立場可能就相對有很容易 當然這會涉及到 你打算論證這件性的企圖有多強 我的意思絕對不是正方不能試圖論證 性財業就是一個比其其他行業更賺錢的工作 可以 但是你的單負的主政檢測就會更高 因為就像這場比賽 反正會開始挑戰 不對 以普遍性來講 其他不同的地區或是國家 未必像正方怎麼講的一樣 那這時候正方的受益就會比較壓力很大 對 所以這的確是討論架勢密集的時候 一個蠻重要的問題 這樣我們檢查到每一個問題 好那時間有限了 我們再開放一個問題 可以嗎 或者是 OK 好 中間那位同學 你說他寫過的就是 因為在正方第一塊論證 你都知道就是在經濟的部分 然後你們認為大家 就是女性擁有更多的經濟制度程 之後就會擁有更高的化學 可是在性工作者裡面其實不完全是 就是你們如何去評價一舉 因為經濟因素 或者是其他因素 甚至是被假批評破賣的那一群 非自願的女性 非自願的性工作者來說 對他們而言 為什麼參與性工作 得到這些東西 會對於他們來都是一種消除載 消除出成載字的一個限度 就是有一群人可能他不是非 他可能是非自願 如果大家根本就是被強迫去參與這個工作的話 那對於這群人來說 你們如何去評價他 在這個工作體系 底下受到的壓迫 或是受到一些負選載字的部分 你們怎麼覺得 為什麼會是一個消除的選擇 好 沒關係 請到我們請正方來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剛剛你提到的這群人 確實是正方在評價下面 會比較不知道要什麼評價於一群人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正方我的概念是 對於這群相對來說在家庭裡面 或是在社會裡面 他是出於被迫 或是不得已的機會 來從事這份工作的人 他在不從事這份工作的時候 他其實也會受到一樣的壓迫 就是他可能一樣會被逼去做其他 可能去工廠工作 或是比如說到其他國家去做這個 比較低顏的勞工 那在這樣的情況以下 是因為我覺得 對於這群人而言壓迫是很遺憾 沒有辦法避免的情況 那所以如果性工作 他是一個相對來說 收入比較高一點 然後比較彈性的工作的話 那即便他去從事了這個工作 那他對他而言 可能某方面來說是有好處的 但我們不能否認 就是對這群人而言 他致死在結構上 都沒有得到顛覆的機會 可是正方今天在第一塊壇的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在裡面得到 可以突破這個載字的 就是當他可以賦予一部分的人 能動性的時候 那就是正方打第一塊都沒有理由 那正方確實也承認 就是針對你所說的這一部分的人 是正方比較難以比價 我想要補充你一下 就是這一群人態度上面 我也自己覺得他是很難被比價 因為他確實就是 我們都說了他是不自主 他是被剝削的 就那個剝削不是價格的 就是他不想過性工作 但可能說不定就是 恰恰一部分性工作的這個價格很高 所以他被家裡的人性被逼去做這樣的工作 那其實正方在討論社會運動的過程 然後其實有個脈絡 是要說他們去爭取這個工作權 就是性工作在合法化 可是我們去進一步思考就是 如果一個工作在社會上是合法化的 那他可能會納入說保障基礎法的規範當中 就是他會有更多的 比如說公實的保障 或是其他工商的保障 以方說其實就科普一下姿勢 就是其實那個性教育 就是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討論保險套 或是為什麼要討論愛子病 其實一開始有一個賣過是 就是因為這些就是之前會叫做記憶 那種法稱為性工作者 就是性工作者他們會不想要就是背貨的生育 那要怎麼去保護自己 它其實就是一個工作權益上面的保障 就是藉由要去帶保險套的這種方式 去避免他自己的懷孕 所以後來去更進一步就是有討論 你說是應該有自己的生育 那其實在剛剛例子的是 就是如果性產業成為一個大家合法的產業 那大家投入更多資源 會有更多勞動條件規範的時候 就可以進一步判斷 就是這些人去工作 到底是自願還是不自願的嗎 就是有更多可以判斷的角度 比方說我們說有些童工 他現在去工作 我們就可以去判斷說 因為年齡上限制住 他現在去工作是不自願 但是應該用法規規範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自己的想像是 如果性工作成為一個 大家願意正式討論的議題 它成為一個跟一般沒什麼 就跟其他產業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商業 它是最後可以用規範的方式去讓 去減少這些被迫剝削 或是被迫不自主投入這個產業的這群人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所以活動的部分大概到尾聲了 其實從賽後互動對談過的當中 其實就可以發現 同樣的命題其實切入的角度跟處理 其實還是可以很多的 包含到從一開始的時候談到 在這個議題裡面 可能從同志的角度怎麼樣去做理解 或是剛才的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也讓我們想到的件事情是 其實蠻多在討論性產業的議題的時候 會被迫必須跟現實社會裡面 所謂人口犯罪方式的問題 把住在一起討論 這也是某一派母性主義在關心這個議題的時候 所切入的視角 當然因為比賽真的是時間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賽後討論的方式 去不斷的填充跟深化 搭入同一個議題的理解 因為可能場上的選手 有時候是討論的時候有想到 但是也不夠 但有時候更害怕的是 我們自始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那意見的提出跟交流 就有機會讓每一次不同的議題 在重新被討論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圖 檢選不同的切入視角 或在同一個切入視角裡面去涵蓋 更大的應該要被討論到的總群 那不論是對於關心這個議題來說 或者是對於辯論比賽的內容的深化來講 都才可以更加的前進 OK 那非常開心 第一次的活動 有許多人的參與 那我們目前已經有下一次的活動 最近應該是在12月30號的時候 由張穎妍同學 他也給大家回首 會由他來做一個簡單的 讀書會的導致 OK 那希望大家如果在12月30號的時候 有時間想要對於類似的議題 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話 我們希望不要只是辯論 OK 因為辯論 這個時間的局限性 剛剛你看一場比賽裡面 其實蠻徹底的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大家真的關心這個議題的話 其實如果有時間的話 有機會的話 很歡迎你去參加12月30號的 就是合讀書會 那我們也有在官網上面 就是連續的粉絲專頁上面 有給大家就是報名的表單跟連結 那非常非常歡迎大家 也同樣去參與之後的活動 那麼最後請大家先留步 因為我們會需要拍一張彈合照 對 然後跟如果還沒有填寫完 以前我們會在這部分 非常歡迎大家 能夠永遠幫我們填寫 讓我們可以知道 哪裡有不足的地方 然後再做趕緊 謝謝大家 謝謝